今天很高興我們可以開始上數學的部分 我今天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在學習人工智慧的時候 我們首先要先學習複習一下我們之前的 你們已經學過的東西 我們會透過重新的推導 讓你們更了解說 其中你們必要了解一些數學知識 我們現性回歸 我想這邊大部分是大一的新生 不管是大一大二或大三 你們在高中的時候一定學過現性回歸 只是他可能不叫現性回歸 你可能就聽到他叫回歸 我們今天要上回歸的課程 我們最開始的時候一樣先把這個答案給讀進來 這個答案讀進來 我們就不等大家做了 我們就直接把他讀進來 好讀進來以後 這份答案讀進來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要做什麼事 這個我們阿 之前 怎麼了 沒有畫面 現在沒有嗎 等一下 我們先教我們兩節課以前 我們在畫圖的時候 我們那個時候有畫散步圖 然後畫一個回歸線 對不對 那大家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來做這件事情 首先我們先把這個 這個Edge 我們現在用年齡 然後來預測他的心跳 那理論上年齡越大 心跳應該越慢 對不對 這個大家可能會知道 那這個 我們這個 這個Edge 我們把它 繼承到X物件 然後Rate 這是心跳 我們把它繼承到Y 這個 就是Y物件 好然後接著我們可以用內建函數Lm Lm就是Linear Model的意思 所以說Linear Model 然後這個 用X預測Y 我們可以得到一個Model 我們把它全部執行次 我們看到 這個結果就是 擷距是78.9 然後斜率是0.1 好這是什麼意思咧 這個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出來這個 出來這個結果是什麼意思 我們先看後面的 就是 我們的線性回歸它的原理阿 基本上是我們想要建一條這樣的方程式 好大家看懂 我們想要建一條這樣的方程式 這樣的一條方程式 其中 Beta0跟Beta1 我們叫它參數 這兩個數字叫參數 這兩個數字到時候 我們要求解 要求的參數 這樣可以了解嗎 那這個 X就是Input Y就是Output 好那我跟大家講一下 當我們寫成一個線性回歸格式 假設我們寫成這個樣子 Y等於Beta0加Beta1X 當這個Beta0跟Beta1 它還是不特定的 這個數字的時候 我們會把這樣的一個 Function叫 FunctionSet 含數組 FunctionSet 那我們 這個 找 我們要找這個 預測式 我們的預測式 這個Beta0跟Beta1 是一個固定數字 是個固定數字 是個固定數字 擁有固定數字的這樣的一個 Function 我們就叫它Function 好所以大家記住一件事情 這樣叫FunctionSet 含位之數的叫FunctionSet 那已經是確定數字的 那這樣叫Function 好所以我們 大家知道 在我們最開始的時候 我們要了解一件事 就是 所有的人工智慧的基礎 反正它最後就是個數學式 這個數學式 我們就是在一個FunctionSet裡面 找到它最適合的Function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那我們等一下再來看看 這兩個數字要怎麼解啦 好不好 那我們先 往前 我們先 讓大家了解一下 這個式子它的實際意義就是 如果今天有一個人他60歲 那 你就可以代入這個式子 然後獲得他的這個心跳 估計值應該是85下 好不過 這個 這個式子就是 我們怎麼去算出來 我們是用Data算出來的嘛 那這兩個參數 是 這兩個參數是多少 這個是Data告訴我們的對不對 那我們等一下再來求解說 我們怎麼去求解它的 好不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前面的部分 我們有 兩種方式 我們有三種方式 可以去算出這個 線性回歸這個求解 我講的是程式語言的部分喔 第一個方法就是 這個標準的方法 第二個方法是 我 我的這個Data裡面 這個Data 那我再按一次head 讓大家熟悉一下它 好它是不是有 這個ami potassium 這個lvd tindex等等 一直往下嘛 對不對 好我們可以在用lm這個函數的時候 我們叫它用Data 這個Data 這個Data 然後啊 請它用Edge預測Rate 這樣子的話 我們也可以得到一模一樣的答案 這樣我們也可以得到一模一樣的答案喔 還有一種做法是 我 Rate 然後 Rate也是我們要去預測的標題 那我的那個 蚯蚓的後面是一個點 點的意思是 在這份Data裡面 所有的 所有的 Variable都要用 那這個 那我 現在我如果要用Rate去預測它的話 我就可以把Rate跟Edge把它 用Edge 要去預測它的話 我就可以把Rate跟Edge把它篩選出來 這樣的一個函數 這樣的一個索引 我們會得到一個 就是只有這兩個 這個Variable的一個Data 那我們透過這種方式 來求答案的話 我們一樣也可以獲得一個 就是78.9跟0.10 好這樣應該沒有問題吧 所以說我們的這個式子啊 如果我們要用內建的函數來做的話 我們大概有這三種方法可以做出來 不過這不是重點啦 不過這不是重點啦 我們今天的重點是教大家 怎麼樣去在數學上 把這些數字給求出來 還有它的實際上的意義 好 那 這個 這樣大家了解了以後 因為這個 就是兩節課前教過了 所以我就 不特別 就是 不特別教大家 再讓大家做一次 好 我們現在如果想要 設計一個 另外的FunctionSet 這個FunctionSet 是Y等於Beta0加Beta1加Beta2X2 好 這樣子 這個FunctionSet 跟前面這個FunctionSet 是不一樣的喔 這是兩個FunctionSet喔 你有注意到 這兩個FunctionSet 它多了一個X2對不對 這個 這個FunctionSet 再怎麼找 也不可能找到一組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的一組函數 這樣知道的意思嗎 我們 我們的函數 不可能 我們在找函數的過程 我們不可能就是 本來是這個FunctionSet 然後找一找 就找到了這個FunctionSet裡面的函數 這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你說這個東西 它有沒有涵蓋它 它有涵蓋它喔 它怎麼涵蓋它 如果Beta2等於0的話 這個FunctionSet 是不是就跟這個FunctionSet 它是一樣的了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說啊 大家知道一件事情 我們的這個FunctionSet 我們之後在做FunctionSet的時候 就是我們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會希望它的這個 就是它的這個 就是它的複雜度是高一點的 因為複雜度高的FunctionSet 它可以去 可以去適應複雜度比較低的 Function 可以找到一個複雜度較低的Function 可是複雜度較低的FunctionSet 它沒有辦法找到一個複雜度較高的Function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可是這個 你的這個Function變複雜以後 它會有各種問題啦 那我們之後的課程再去教大家 所以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這一次人工智慧連續這樣課程 它的邏輯就是 我們要一步一步的教大家 學會更複雜的Function 也就是說你們現在看起來 試子是非常非常簡單的喔 我教的也非常非常慢 但是你們到這一堂課的很後面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個試子可能會非常非常複雜 那當然我現在直接教你們看那些 你們是看不懂的 所以我們一步一步教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樣去做 雙變數的在線性回歸咧 而如果是用內建函數的話 非常的簡單 我們只要在這裡 那舉例來說 Edge 我還要再加上什麼 加上PR是不是 PR是一個 心電圖的參數 加上PR 好 透過這種方式 我就可以取得一個 雙變數的這個 這個Function 好 這樣沒有問題吧 那如果我在用這種方式 一樣我再把PR弄出來 好 我也可以得到一個 雙變數的這個 Function Set 在雙變數的Function Set裡面 找到一個Function 好 那以剛剛的這個案例來講 它的這個 它的這個 預測式 它會寫成這個樣子 也就是 99.089 然後加上 0.1203 乘於Edge 再減掉0.1373 PR 所以如果我知道一個人的 Edge 跟一個人的PR 我就可以算出它的Rate 這樣懂的意思嗎 阿準不準這件事情喔 我們先 我們先不要考慮啦 好不好 我想大家 在學線性回歸的時候 第一個想法 就是它很不準 對不對 那個 舉例來說 你們一定都聽過 可以用爸爸媽媽的身高 預測自己的身高 是有一定的參考性 但是那個誤差 可能會十幾二十公分 對不對 阿但是 這個十幾二十公分 那講真的這個 差距是蠻大的 那我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我們 我們準不準這件事情喔 我們之後 反正會 在學習的時候 我們會盡量讓它 變準 那 大家只要知道這個原理 就好了 我們現在 就是在一個 function set 裡面 找一個 function 好 那 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 這樣的一個 function 如果你把它畫成這個圖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圖 好 到目前為止 就是大家只要記住一個觀念就好了 我們是在一個 function set 裡面找 function 然後現在我們是用線性回歸為例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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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這是我們找到的這條預測線嘛 對不對 那 為什麼線性回歸 為什麼線性回歸 它找到的是這條線 雖然說這個LM盤數 我們現在不太知道LM盤數裡面在做什麼 對不對 那 現在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說 這樣的一個 紅色預測線 它為什麼不是這樣畫 它為什麼不是這樣畫 它為什麼決定的是這一條 這個 線性回歸 這個LM盤數 LM盤數 我們不知道它是怎麼做出來的 沒有關係 可是在上高中的時候 有沒有人還記得說 為什麼我們覺得 我們覺得 這樣的一個 這個散步圖畫出來 這個紅線就一定是這一條 為什麼不是這一條 有沒有人想要講話 講話了 蛤 最小平方法 李銀河說最小平方法 是不是 那這個 最小平方法當然是沒有錯 不過我們要知道 最小平方法的邏輯是什麼 我們希望的是 這條預測線 它的誤差是越小越好 也就是說 它預測誤差 是越小越好 如果我們今天 有一條線是長這樣子的 那它的預測誤差 一定要比這條線來得更大 我們找到的是 所有的線 在這個 整個 function set 裡面 擁有最小 預測誤差的一個 function 大家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好 那這樣子的話 這兩個參數怎麼決定的 我們等一下再想 那它說最小誤差 那我們怎麼定量誤差呢 我們可以把每一個 每一個點 每一個點跟它的預測值 每一個實際值跟它的預測值 相減 相減了以後啊 然後我們把它取平方 因為這樣絕對是個正數嘛 對不對 相減的這個東西 我們叫它殘差 這個相減的東西叫殘差 我們把實際值 減掉殘差的平方和 這個東西 我們叫它 loss 這件事非常的重要 我們再回顧到現在為止 我講了非常的久 我在重複什麼觀念 我在說 我們 最開始的時候 我們要先 決定一條 function set 決定一個 function set 這個東西決定了就決定了 我們不可能 我們不可能由 低複雜度的 function set 裡面 找到一條高複雜度的 的 function 所以說 第一個 找方式 set這件事 指定方式 set這件事 就非常非常重要了 那 第二個 我們想要求出 那一條 我們想要的 function 我們要先定義一個東西 就是 叫損失 這個損失 以線性回歸來講 我們 用的損失是殘差平方和 那你說 這個平方可不可以改絕對值 可以喔 那如果改成 絕對值的話 這條線 很有可能就會 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因為它的 你去求出 它那個式子的 這個 這個過程不一樣 對不對 你要最小化殘差平方和 跟最小化 殘差的這個 絕對值和 那這個 你求出來的這個 function 一定是長的不一樣 對不對 那不管是什麼 我們都可以求喔 只是說 就是說 我們目前 在高中 我們交到的線性回歸 我們交到的回歸 是以殘差平方和最小化為目標的 好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我們以後的人工智慧的原理 需要有 function set 跟 loss function 兩者的組合 我們才有辦法做起來 好 那我們現在 我們已經知道 這一個 function 我們要求解 的目標就是 最小化這個 loss 那我們要怎麼求解 這個 最小化 loss 大家都知道 y跟x是乙之數喔 不是位之數 y跟x是我的樣本嘛 對不對 所以 y跟x是乙之數 那我們要求幾值 我們要求最小值嗎 我們要最小化 loss 我們可以 手上有什麼工具可以用呢 在高中的時候 他有沒有人記得 高中怎麼解的 高中 高一的時候 應該還不會微分啊 有沒有人記得 高一是用什麼方法解的 沒有人記得 高一的時候 你們求解 極值的時候 除了微分還有什麼方法 沒有人記得 你們記不記得有一個東西叫 配方法 好不好 那當然啦 學會微分以後 配方法就不是那麼重要了 我們反正就是 你這樣子只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 我現在啊 我們已經把 一個人工智慧的問題 把它拆解成 function set 裡面找 function 然後定義一個 loss function 找它的極值 那變成了找極值的問題以後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用微分工具來做處理 所以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啊 我們從這節課開始到這個學期結束 我們會不斷的用到微分 那我們 我們講真的 我們並不需要 我們並不是說 像高中的數學課一樣 一定要讓大家知道 微分這個 這個 微分公司的原理啊 什麼的 可是你至少必須要像 你們在高中學 物理學的時候的那個樣子 你至少會用 好不好 會用就可以了 但是那個會用就是 不會只是簡單的微分啊 有一些可能比較複雜的 連鎖率什麼 我們都會用到 好那這個 這個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如果要找極值的話 我想這個 大家 要找到這個式子的極值 應該不會太難吧 我們 直接可以求它的導函數 它的導函數 這個 這個式子 求微分之後 就是它的導函數 導函數的數學意義啊 就是 它的切線 它的切線斜率 對吧 這個大家可以理解吧 切線斜率等於0的地方 代表是 它不再上升 或不再下降 所以切線斜率等於0的地方 是它的極值 這個部分 非常的重要 我們在 後面的課程中 像微分的意義啊什麼 都會不斷的再用到它 好 切線斜率等於0的地方 我們就是 找到我們的極值 所以這個 函數 它的極值是-1 到這個部分 有沒有人覺得 很困難 沒有辦法理解的 好 大家都可以啊 或者不好意思舉手 反正你如果覺得不好意思的話 等一下我們那個 後面那個練習題的時候 我到你旁邊的時候 你可以再問一下 好那剛剛那個微分 是單元素的微分 就是你只有一個元素 那 如果你一個式子裡面有兩個元素 你要怎麼去 你要怎麼去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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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就 等於說我們第一次接觸到偏微分 那我要好好教了 好不好 那這個 我們現在如果有一個雙變數的函數 我們要找到它的極值 我們最傳統的方法就是用配方法 從上面到下面 我想大家可以看得出來吧 就算你沒有辦法很快的 從上面推倒到下面 你總是能夠看得出來 這一串 跟上面這一串 它是完全等價的 這樣啊 你就全部展開 它就完全一樣 那你可以解得出這一串 你是不是就看得出它的極值在哪裡 它的極值在哪裡 A等於0.5的時候 B等於1的時候 它會有極值 對吧 可以接受吧 啊為什麼是最小值 因為這個平方絕對是個正數嘛 對不對 所以在最小 最最極端的狀況下 就是它們兩個都是0吧 不然它們兩個絕對是一個大於0的數嘛 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話 最小值就是3 剩下 剩下的 帶進來剩下任何數字 都會比這個 3還要來的大 這樣沒有問題吧 這個配方法的式子 大家看了沒有問題 好我們來看一下 偏微分要怎麼做 偏微分我們先講 我們先講操作上怎麼做 我們再講它的數學意義 在操作上 就是我對A進行偏微分的時候 我對這個函數 對A進行偏微分的時候 跟B有關的所有東西 全部都變成了常數 就是這一些都是常數喔 欸你說這邊有B平方-2B啊 欸抱歉它跟A無關嘛 所以它都是常數 所以這一些 我們常數項我們就可以直接捨去啦 那它的切線斜率 是不是就只剩下 4A-A的部分 4A平方-4A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 求這個 這個部分求這個就是 微分 那我們就會了嘛 對不對 就是8A-4 這個看起來不會很難嘛 對不對 好那 如果要對B求偏微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 它就是跟A有關的部分 那又變成常數項了 所以我們不看 我們只看跟B有關的部分 B平方-2B 它求出來的 呃 偏微分的導含數解 就是2B-2 好這兩個數 4值等於0的時候 我們可以得到最小值 所以我們得到的極值是 A等於0.5 B等於1 好注意喔 如果你有雙變數 你有兩個變數 你要求導含數的時候 你一定就會有兩個 偏微分的導含數4嘛 對不對 所以你在求 兩個變數以上的 這個 就是極值的 函數極值的時候 你首先要先用偏微分 然後做完偏微分之後 你等於還要再解個連例方程式 然後這樣子 你才有辦法得到最後的答案 好那我現在來跟大家講一下 偏微分數學上的意義好不好 偏微分數學上的意義是這樣子的 好 我現在啊 這個 欸我現在這個 我問一下大家好了 如果我們在空間 我們在二維平面上面 有X對Y預測 我們可以找到X對Y的 那個切線斜率對不對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好可是 你現在到空間中 我們就三度空間就好了 我現在問一下 我的 假如說 我的這個 這個函數啊 這個函數的這個形狀 假如說就是我的頭的樣子好了 好不好 就是我頭頂的樣子 我頭頂的樣子的切線斜率在哪裡啊 你們 你們現在問題出來了 這個切線有 無限多條啊 因為它有不同的角度嘛 對不對 每一個 我這樣子 300 就是假設這個 上下 上下是Z軸嘛 對不對 左右跟前後都是X軸跟Y軸 我的上下 那個 我想要描述 左右跟上下的這個 就是X對 就是 X XY對 Z的這個切線斜率 你會發現 你找不到 切線 你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因為切線有無限多條 對不對 如果是 二維平面 一個X 對Y的預測的時候 這個時候是有明確定義的切線喔 可是如果你現在有這個 你現在有這個 一個XY對Z的這個預測的時候 它是 它有無限多條切線耶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那條切線的角度 是多少 就決定了它的切線 它的斜率可能就會都不太一樣 對不對 如果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函數圖形的時候 你應該可以了解到這件事情 所以啊 偏為分的意思是 這個 我要固定 我在看 主要說我現在在看我這個頭頂的這個 我頭頂這個地方 它的切線斜率的時候 我只能夠看說 對於左右的方向而言 也就是角度為0度的時候 我的 切線斜率是多少 那角度為0度是什麼意思 就是Y等於0的時候 切線斜率為多少 這樣可以了解的意思嗎 另外一個就是 90度的時候 切線斜率是多少 90度就是 X等於0的時候 Y對Z的切線斜率為多少 好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當我如果想要做 這個就是 兩個變數以上函數的微分的時候 因為它的這個 因為它的這個切線 它的切線有無限多條 我變成只能夠 把它壓到二維上面 怎麼樣壓到二維 就直接捨去其他參數 就壓到二維了 對不對 我變成只能夠求說 它在二維上面的微分 它的在特定角度之下 它的導含數是多少 所以這個東西叫偏微分 偏微分得到的切線斜率 偏微分得到的切線斜率 它並不一定是真的是 360度最陡 最哪一條 就是最陡的那條線或什麼之類的 我們得到的就是 對於 就是那些 就是剛好的這些方正的度數 90度啊 90度啊 就是捨去掉某一個坐標軸之後 它的這個微分 是它的這個微分的這個條件是多少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啊這個 你如果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我們來想一下 有沒有可能啊 在某一個就是 在某一些函數圖形啊 某一些函數圖形 它這個 A等於0的時候 B就不等於0 B等於0的時候 A就不等於0 有沒有這種事情 有沒有可能有這種函數圖形 有可能喔 所以說 偏微分球的這個連立方程式 它有時候會不可解 不可為 它有時候會沒辦法解 大家要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那那個函數就是沒有極值 這樣 有一些函數是沒有極值的喔 所以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偏微分跟微分 看起來只有雙變數跟單變數 它差別就會如此之大 差別如此之大原因是因為 偏微分它的二維三維以上空間 它的先天限制就是沒有切線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你們高中不會教這東西 你要知道一件事 雙變數以上 不管是三變數 四變數 五變數 它的原理都跟雙變數是一樣的 所以兩個變數跟一個變數 它的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 這些 微分的這些先天限制 我們必須要了解喔 就是 雙變數以上的這個 函數 我們要求極值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不好求的 而且不見得有解 好這樣可以喔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個 我們再來看個就是 就是 我們要怎麼把先行回歸求出來 好我們再回到剛剛的這個Loss function 我們剛剛經過四折合併 我們是Y減掉YHot YHot就是我們的預測值嘛 對不對 那我們的預測值是不是又可以換成 Beta0加Beta1X 好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嗎 好這樣子的話 我們這個Loss 是不是就變成了一個 完整的式子 所謂完整的式子是說 它不是好幾個式子組合在一起 它現在就是完整的一個式子 好不好 沒有這個Beta1沒有再往下延伸了 它就是展開式就是長這樣 好 我們想要求 被一組特定的Beta0跟特定的Beta1 讓這樣的一個 Loss 最小化 我們是不是就要求 Beta0的偏導函數 跟Beta1的偏導函數 好這邊的邏輯理解嗎 我們式子已經寫成這樣喔 那根據我們的定義 我們就要求 我們如果想要找到這個式子的極值的話 我們就要求它的偏導函數跟它的偏導函數 如果你把平方改成了絕對值 好還是一樣喔 你還是得求這整個式子的偏導函數 只是這個式子長得不一樣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那我們現在來 如果你要對這個式子做 這個 微分的話 你需要知道一個東西 叫連鎖率 這個連鎖率 我確定一下 就是高中有教過嘛 對不對 好高中有教過 那我們就只要會用就好了 好不好 就是如果你有一個函數 它是一個函數組合 函數組合 你想要拆開這個平方 你想要拆開這個平方 你可以先把這個東西當做是大A 然後對大A先求微分 再乘以對大A求裡面的小X的微分 把它乘起來 好這樣可以理解 連鎖率啊 這個我們只要會用就好了 我們不用 我們既然高中已經證明過了 我們就不再證明了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使用這個連鎖率 來求這個式子 好大家看著喔 首先我們把這樣的一個式子 我們總知道這裡是Y嘛 這個是YHART嘛 對不對 我這裡是YHART的這個沒有問題吧 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把這個式子 再把它改成 Y-YHART 然後我先對這個式子 求YHART的微分 求YHART的微分 這樣可以理解嗎 然後接著YHART 因為我對YHART的微分了嘛 我的YHART是不是可以放到連鎖率的右邊來 然後我要對YHART的球裡面 BETA0的微分 所以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 東西 它可以被拆成這個樣子 這樣應該沒有問題吧 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SIGMA 這個SIGMA可以把它放到這個左邊 因為它是累加嘛 這個微分具有可累加性嘛 所以我們並不需要去特別的去 就是去管這個SIGMA 這個符號 好不好 那我們就是對裡面 裡面可以做這件事情 好 從這個式子到這個式子 有沒有人很難看出來的 好來請講 有什麼問題 講一下大概 還是覺得很困難 覺得很困難 我們再帶大家看一次 就是 大家再看一下連鎖率是怎麼做 連鎖率是 我的 這個 組合函數裡面 也就是說 如果今天可以把這個函數裡面 取代出一個 裡面的一個 一個組合 假設這個東西它其實是YHART 這個東西 它是一個組合對吧 它是一個 所以說 我可以把這個式子 視為一個函數組合 也就是 它是一個兩個式子的組合 SIGMA YI-YHART的平方 跟 YHART等於 BETA0加BETA1X 它是兩個式子的組合 哪兩個式子呢 這個式子 YHART在哪 這個式子 這個式子跟 這個式子的組合 這樣可以理解嗎 它是兩個式子的組合 那這兩個式子的組合 我如果想要對 這個式子 求BETA0的 偏導函數的時候 我就可以先用 對這個式子 求YHART的偏導函數 然後再 再 求 這個式子 BETA0的偏導函數 然後把它兩個 乘在一起 好這個就是連鎖率 連鎖率我再講一次 就是 函數裡面有函數 我可以先對 外面的函數 求一個 比較大的微分 比較 Overall的微分 然後再對裡面的這個小東西 求Specific的微分 好那這樣子的話 函數裡面有函數 所以我可以先對 YHART的求微分 我對YHART的求微分 那就長這個樣子 我 對這一大包 求YHART的微分 好接著我可以 對YHART再求 BETA0的微分 好這樣有沒有問題 還有沒有人看不懂的 至於他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我們不證明 好不好 再證明下去我們 好像客人上不完 有沒有人有問題 這樣至少操作上 是沒有問題的 好啦好啦 我看大家可能 上數學上的時候不太聊 我們再繼續往下 那這個式子求微分 是不是就沒有那麼難了 這個 就2一下來嘛 對不對 然後因為這個前面有個負號 對不對 2一下來 左右交換 因為有個負號 所以整個 整個式子我要加負號 整個式子我要加負號 那就是左右交換 那就可以解決了 好這樣可以理解吧 所以 對如果用連鎖率拆成 這個樣子之後 這個部分的微分 是不是 就非常簡單 2一下來左右交換 這樣就解決了 好 那這個式子 我們再來看一下 Y-hard是什麼呢 Y-hard不就是 Beta0加BetaX嗎 好來看一下 我現在要對Beta0求 微分 偏導函數 Beta0以外的東西 是不是 就是常數項 所以這一串是不是就是常數了 這一串現在是常數喔 對我這個式子來講 這一串是常數 那對Beta0求Beta0的微分 那這個不是就是1嗎 你就把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 它的導函數就是1嘛 對不對 你就四方向放下來 一次方放下來嘛 那它 它的這個 呃它的乘數也是1嘛 對不對 欸 那不就是乘以1 不就等於沒有乘嗎 所以對於 這個 整合式來講 它的 偏導函數 就長成 Beta0的偏導函數 就長成這個樣子 好 這樣沒有問題吧 好 它的偏導函數長成這個樣子 我們再來看一下 Beta1的偏導函數長成什麼樣子 Beta1的偏導函數啊 它長成 欸到這裡為止 因為 球到YHART為止 都是一樣的嘛 對不對 那只是說 我要在這個式子 我還要對Beta1 求偏導函數 那對這個式子 求Beta1的偏導函數 請問一下 這個項 是不是又是長數了 那 它的斜率多少 它的斜率不就是XI嗎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XI 乘下來 所以 Beta0的偏導函數長這樣 Beta1的偏導函數 它長成這個樣子 這樣應該就沒有問題了吧 好 這個 我們這個 呃就是這個 連鎖率的這個細節啊 我比較建議就是 大家這個 如果有興趣的話 這個回去 應該要這個 親手 做過一次連鎖率 不是要你們證明 是 你們有沒有辦法 呃就是 只看前面兩行 然後把下面 給它算出來 啊你們如果忘記了 你們可以下面看答案 這樣子好不好 這個 用上面兩行 然後解除下面的方程式 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好 那我們得到了兩個 偏導函數 兩個偏導函數都等於0的時候 是不是就是 這個函數的極值 這個LOS的極值 就在 這兩個偏導函數都等於0的時候 對不對 好所以 我們把這兩個式子都等於0 我們要解這個 連鎖率方程式 我們要解這個式子的連鎖率方程式 這樣我們就可以知道 當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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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把這兩個式子 連鎖率方程式解出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知道 Beta0跟Beta1各等於多少的時候 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這個 呃 LOS會有最小值 好 你看這個式子 這個Beta0跟Beta1就藏在這個 YHART裡面 這樣可以吧 這個YHART是Beta0跟Beta1的組合喔 好那我們繼續 我們要怎麼樣把這個 我們要怎麼樣把這個 我們要怎麼把這個 這兩個式子做 處理 這個N分之2 這個沒有意義嘛 對不對 這個我兩邊一起 這個 我兩邊一起這個 乘以N除以2 那這個 我是不是就可以把這一項消掉了 反正0還是0 所以 我把上面的式子 變成 SIGMAYIHART 減掉YI 這個沒有問題吧 好 那 沒有問題之後 我可不可以把 兩項 SIGMA是不是有這個可壘加性 所以說 我是不是可以把 我是不是可以把 上面這條式子 換成 SIGMAYIHART 減掉SIGMAYI 等於0 好 上面這條式子 換到下面這條式子 有沒有問題 好 沒有問題 好 這個真的有問題要講一下好不好 不要害羞 因為 因為你們前面跟不上 後面就非常難跟了 這個 這樣子 這樣的一個式子沒有問題 那下面這條式子 一樣 N分之2捨去 捨去了以後 X先沉進來 X沉進來之後 因為它有可壘加性 所以在減號左側邊 我可以把它 我可以把它拉開 所以現在我是不是 欸 有 這樣兩條式子 這樣的式子 是不是被我簡化成這兩條式子了 好 這樣可以接受嗎 減換這兩條式子之後 這個YIHART 它本身不就是 這個 BETA0加BETA1X嗎 可以接受吧 這個我只是把它 我只是把它 這個 我只是把YIHART的部分 把它 變成 就是 BETA0跟BETA1的組合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上面這兩個式子 換成下面這兩個式子 那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對不對 對不對 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來注意一下 欸 這個SIGMA 它不是有可 就是 可相加性嗎 我們是不是看到加號了 我們是不是又可以拆解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拆解 那我們拆解就 欸 SIGMA I到1 然後到N 然後BETA0 加上BETA1X1 減掉 Y SIGMA 好這個沒有問題吧 從上面的式子 再到下面的式子 這沒有任何問題吧 好 一樣上面 再下來 一樣也是 你只要看到加號跟減號 你的SIGMA就是可以把它 把它拆開拆進去 這樣可以理解吧 好 如果你這樣放下來之後 請問一下 這一項 是不是就是 BETA0XN 為什麼 因為你 I到E到N 它沒有 沒有變數在跑嘛 對不對 它就是N個BETA0 得加起來 對不對 所以這一項是否可以換成BETA0XN 可以接受嗎 好可以接受之後 這一項BETA1是一個常數嘛 BETA1是否可以被拉出來 變成這個樣子 可以接受吧 BETA1是可以拉出來的喔 好 那同樣 左邊 下面這條式子 BETA0也是可以拉出來的 BETA1也是可以拉出來的 好這樣沒有問題吧 這個看得懂吧 所以從上面這條式子 到下面這條式子 我想就是 也許你沒有辦法 到下面這條式子 也許你沒有辦法那麼容易 就是 你沒有辦法那麼容易 自己推倒出來 可是 你總是在我一步一步的引導之下 你是看得出來 這個式子跟上面那個式子 是完全等價的 對不對 這個式子我只要解得出來 我就可以知道 BETA0跟BETA1等於多少的時候 這個 會有最小 那個Loss會有最小值 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去消掉 BETA0 我們要消掉BETA0 我們才有辦法 至少先求出一個東西 那求出一個東西 我們再代入就可以了 對不對 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樣 我們要怎麼樣 求 求出這個 這個就是 把這個BETA0把它消掉 好我們來看一下 來我們把上市啊 乘與這個數字 乘與這個東西 N分之 SIGMA XI 好 這個 從這個式子到這個式子 當然是非常的困難 不過沒有關係 你只要知道 我們已經知道答案了 我就是要乘上這個式子 我用等量公里乘上這個式子之後 這一項乘上這個 是不是就剩下這一項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一項乘上這一個 那我就 這個 我就N分之一放前面 然後乘完這個 我再乘這個東西 這樣就好了 這應該不會覺得非常困難 每一項 我都乘以這個東西 好那我後面這一項 一樣 N分之一拉到最前面 SIGMA YI 再乘上SIGMA XI 注意喔是先SIGMA 先SIGMA完之後再乘 所以這個SIGMA不能合併 這個不能合併 可以理解吧 好 看著 上面這個式子跟下面這個式子 它是完全等價的 因為我就只是多乘上個常數 我把這個東西當作一個常數 讓它乘下來 好接著有趣的事情出現了 BETA0的部分 是不是長一模一樣 BETA0的部分長一模一樣 我兩式是不可以相減 我上式減下式 是不是 BETA0 跟BETA0有關的部分 就被去掉了 跟BETA0有關的部分 去掉了以後 兩式相減 我們會看到這樣的一個式子 這樣的一個式子就是 N分之1的BETA1 乘以SIGMA XI 再乘以SIGMA XI 減掉BETA1 乘以SIGMA XI XI 這個就SIGMA XI平方嘛 可以接受嗎 再減掉 N分之1 N分之1的這個 這個YI 這個N分之1的這個 在這裡 他減掉這一項在這裡 好 還好 因為他減掉負的這一項 所以他要加上這一項 好所以兩式相減 得到這個式子 這個沒有問題吧 這個你應該會覺得 沒有那麼困難 好不好 那你覺得這個沒有問題之後 那我就可以解啦 那我要怎麼解 我把不屬於BETA1的部分 全部都丟到右邊去 而屬於BETA1的部分 留在左邊 好 所以這兩項 跟BETA1無關嘛 對不對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丟到右邊 好 那丟到右邊 正負號 正負號做一個轉換 是不是就變成N分之1的這個 減掉 SIGMA YI-XI 好這樣可以吧 這個式子移到下面 這個也是非常可以理解的 對不對 好這樣子可以理解之後 我們再往下 那這樣子 我們是可以把BETA1做一個常數 把它獨立出來 變成BETA1乘上 這一大包 等於這一包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這樣BETA1 是不是就很簡單啊 我把這個除下去就好了 對不對 所以BETA1怎麼算 BETA1可以透過這種方式 把它算出來 欸記住這個式子喔 等一下 練習題就是叫你親手算這個東西 好不好 欸不用 在練習題的時候 是有這個式子給你做參考的 只要你要知道 整個過程我要求到BETA1 我們就必須付出這麼大的代價 一路的這個就是三減 好這整個過程啊 就是我非常建議大家回去 就是稍微複習一下 讓你的這個已經被殘害的腦子 稍微轉動一下 好不好 好那這個 這個BETA1 求出來之後 那BETA0我要怎麼求 BETA0很簡單啊 前面不是有 前面不是有好幾 好幾個式子可以用嗎 對不對 反正我BETA1求出來之後 我這個BETA0 想要求它還不簡單嗎 對不對 BETA0 乘於N 加上BETA1 SIGMA XI平方 減掉SIGMA YI平方 那我的BETA0 就等於N分之1的 反正有N分之1的這個 再減掉BETA1的這個嘛 對不對 好大家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個東西Y的平均數對不對 看得出來 這是Y的平均數 這個東西是什麼 X的平均數 對不對 所以你只要能夠求出BETA1 然後 根據我們之前所有的式子 我們發現 這個 這個 這個式子一定會經過它的平均數 這樣可以說 BETA0跟BETA1的組合 一定會經過平均數 這樣我們就可以算出這個 這個BETA0 這個BETA0 好所以你的練習題是這樣子 我們現在有X跟Y 兩個 我們要兩個變數 我們經過內建函數 我們可以求得這樣的一個 結局跟斜率 請你透過這樣的一個式子 這兩個式子 這兩個式子 然後 求得 得到我們的 這兩個 這兩個參數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要重現 LM這個函數的過程 好你會說 這個 會不會 非常非常困難 其實也還好嗎 主要說 YI累加起來 我要怎麼做 Y累加起來 那就 SUN Y 好這是不是就是 YI累加起來 這樣可以接受吧 來 這個 X累加起來 這個當然就是 SUN 然後X 來 Y跟X先相乘 再累加 這個是不是可以 Y先乘上X 這是按元素相乘 之前我們就學過了 這個 這個 我們的變數可以 按元素相乘 那我再把它累加起來 好 所以 其實看起來是 沒有那麼難的 好不好 我們來給大家試一下 就是 你把這個東西 它顯然就是 Y 然後把它累加起來 對不對 乘上X累加起來 減掉 X先乘Y 再累加起來 再除以 X累加起來 乘上X累加起來 再減掉 X 乘上X 再累加起來 這樣可以理解吧 我們試著親手 算出這兩個參數 好不好 給大家 這個5分鐘的時間 練習的答案 我們必須要確定 我們的答案 我們的這個 呃 運算啊 這個 Rate跟Edge 是都可以用missing的 所以我們在最開始的時候 我們要先讓 他的這個 呃missing的部分 都取消掉 這個Rate 不屬於NA 他可以用先用屬於NA的部分 然後這個 驚探號 來個反向的這個操作 那我們得到了這個 X跟Y之後 兩個向量 我們現在就可以先 把它求出 這個 呃 X的累加 跟Y的累加 還有X跟Y的累加 X乘Y的累加 跟X乘X的累加 那這個 我們可以看到 本來的BETA1 他是這個 呃 Y的這個累加 乘上X的累加 減掉 Y乘X的累加 然後 跟這個 X的累加 乘上X的累加 再除以 再減掉這個 X乘X的累加 那我們得到這些答案之後 我們就可以得到 這個BETA1 那我們得到這個BETA1之後 你會看到這個答案是一模一樣的 那我們要得到這個BETA0的話 我們就可以使用這個 這個 呃 平均數 這個減掉這個BETA1 乘以平均數X 這樣我們就可以得到這個BETA0 好 那我想這個 呃 就是BETA0跟BETA1的這個求法 主要在這個部分 是要帶大家了解一下 前面這個式子 呃 他的這個 呃 是怎麼樣去算出來的 那至於他求解的過程 這個 呃 大家只要參考就好了 不見得要一定要學會 這樣子 好 大家之後 要對數學式 要更好的這個就是了解 好 那接著 我們想要把這樣的一個式子 把它進行這個矩陣化 那這個矩陣化的運算 主要我們首先 要先了解一下原始的式子是 YHOT等於BETA0加BETA1XI 那這樣的一個 YHOT等於BETA0加BETA1XI 可以把YHOT換成Y本身 然後並且把殘差 放到後面 這樣子的話 這樣的一個等式才是成立的 那這個等式 是對不特定的I 是對不特定的I 舉例來說 I等於1的時候 它可以寫成Y1等於BETA0加上BETA1X1加上殘差 它的殘差 I等於2的時候 然後呢 一樣Y2等於BETA0加BETA1X2加上它的殘差 依此類推下去 所以這樣的一個式子 可以被換成這樣的一個式子 也就是I等於1到N的時候 它各自有各自的一條式子 但是它的BETA0是共用的 BETA1是共用的 好 那這樣的一個式子 我們就可以把它進行矩陣化 我們就把Y大Y看成是 Y1到YN 這跟左邊的這一大串是完全一樣的 好 那1呢 1的部分就是這個殘差 第一個殘差到最後一個殘差 那跟右邊的這個部分是一樣的 所以關鍵是我們怎麼產生這個BETA0加BETA1 乘以XN這個這個式子 那我們可以用XB這兩個矩陣來做到 X是它的第一個column是全部都是1 第二個column就是X1到XN 那BETA B矩陣呢 就是BETA0跟BETA1 那我們的矩陣的乘法 大家應該可以記得 就是我們的矩陣的乘法就是 第一個矩陣的貢獻出它的RAW 第二個矩陣貢獻出它的CLURN 然後把兩個向內積 這樣子我們呈出來第一個數 就是BETA0乘以1加上BETA1乘以X1 那第二個數就是BETA0乘以1 再加上BETA1乘以X2 所以這個就跟前面這個式子一模一樣 所以這樣的一個式子 在理論上我們也可以看作 跟這個式子是等價的 那跟這個式子是等價的 如果我們可以接受這件事情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1 把它我們就可以知道 我們的1就是我們的殘差 我們希望我們的殘差是最小 我們的殘差平方核是最小化的 我們的殘差平方核最小化 我們的Loss就是殘差向量的內積 殘差向量的內積 我們要如何表示呢 我們知道矩陣的乘法 需要做這個RAW跟CLURN跟RAW的對應 那我們可以把一個1乘N的矩陣 再乘一個N乘1的矩陣 所以我們的1這個矩陣要先經過轉置 轉置之後1矩陣乘上1矩陣本身 就是1向量的內積 好這樣的一個結果 這就是我們的Loss 那當然我們的1可以被換成Y-XB 比如在這個式子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1把XB移到左邊去 就是Y-XB就等於1 那我們把1換成Y-XB之後 我們這樣的一個式子就可以成立了 我們的Loss就等於 括號Y-XB轉置之後 再括號Y-XB 這樣的一個Loss 我們希望求到它的最小值 好這個Loss的最小值 我們要怎麼求咧 那我們當然還是要用我們的微分工具 那我們的微分工具 需要我們首先 我們矩陣微分非常的困難 我們首先需要先把這個 所有的這個項目把它乘開 那這樣子比較方便我們做 簡單的這個矩陣的微分 那我們要怎麼乘開咧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Y-XB轉置 我們可以首先先把轉置把它放到裡面來 這個先轉置再相減 跟先相減再轉置 這個答案會一模一樣 這個我想大家應該是非常容易可以接受 那我們把這個式子變成這個式之後 我們就可以對每一項進行 乘開的操作 YT乘於Y 這是這一項乘於這一項 那XT BT乘於Y 這是這兩項相乘 好 那接著這一項要乘於這一項 那注意一下 它的這個由於形狀的關係 我們需要特別注意它的形狀的這個操作 注意一下YT是一個1乘於N的矩陣 Y是一個N乘於1的矩陣 所以它乘起來已經變成一個單位 一個元素了 那XT它是一個2乘於N的矩陣 那BT它是一個2乘於1的矩陣 那這個Y 這個BT它是一個1乘於2的矩陣 那這個Y呢 它是一個這個N乘於這個1的矩陣 那這樣乘起來 我們可以獲得一個 這個就是 我們可以獲得一個1乘於1的元素 那同樣在這裡也是一樣 那最後我們就是把我們的 XB XTBT 跟我們的XB 把它累積 乘在一起 那最後我們可以得到一個這樣的一個矩陣 好那接著 這個 這樣的一個矩陣 你可以發現這兩項 它基本上是用同樣的東西把它乘在一起 並且它的這個形狀 到乘完之後 也都是1乘1 所以這兩項可以做一個合併 那這兩項合併的話 我們就隨便選一個 為代表就好了 那它就是減掉2XT 乘以BT乘以Y 這樣的一個式子 變成這樣的一個式子 我想應該也不會太難 那接著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B 我們就可以對B來進行微分了 這一項完全沒有B的存在 它是一個常數項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把它捨去 這一項它是一個B的一次式 我們直接把B去掉 就可以留下2XT乘以Y 這樣子的一個 -2XT乘以Y 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就是 東西 那接著呢 這裡是一個B的二次式 對於二次式的微分 我們需要把二次方向留下來 2 所以兩倍必須放在前面 然後再捨去一個B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可以得到XT乘以X乘以B 這樣的一個式子 而最後這個導函數 它等於離任的地方 顯然就是極直在的地方 有了這樣的一個式子之後 那要轉成這樣的式子 就顯得不會太困難了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用等量公理 把它變成XT乘以Y 等於XT乘以X乘以B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要怎麼求B呢 我們矩陣是沒有辦法做處法的 可是我們可以乘上 反矩陣 我們的反矩陣跟本來的矩陣 如果相乘的話 就會變成單位矩陣 這樣就可以進行一個消去 所以我們可以乘上XTX的反矩陣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部分就會被消去變成單位矩陣 那單位矩陣就可以直接捨去了 所以我們的右手邊 就要再乘上一個XT乘以X的反矩陣 那接著我們必須有了這樣的式子之後 我們必須學習如何進行矩陣化的運算 那矩陣的運算 我們首先需要知道 矩陣在R裡面是怎麼樣的一個操作 那我們首先可以先透過這種方式 產生一個X矩陣 那接著我們可以透過T這個函數 進行轉置矩陣 那轉置矩陣 我們可以就是以45度角為中心 那我們可以把兩邊的這個 把它做一個調換 那接著反矩陣的話 我們需要用到Solve這個函數 Solve這個函數 可以得到我們的這個反矩陣 那我們這個Solve的函數 我們要得到的這個反矩陣 它的最重要的特性就是跟本來的矩陣相乘 它會等於單位矩陣 那矩陣的乘法是用%X%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 就是這樣的一個結果 它就會變成一個單位矩陣 那接著我們再來看看 我們再來產生一個Y矩陣 然後並且給大家看一下 X矩陣跟Y矩陣它的樣子 X矩陣在這裡 Y矩陣在這樣 那如果我們想要用X矩陣乘上Y矩陣 用暗元素相乘的話 我們可以中間只打一個乘號 那你就會看到1乘以2 3乘以4 2乘以3 跟4乘以5的結果 如果我們想要用矩陣乘法的話 我們就要用%乘% %乘% 我們乘出來的結果是 2 我們乘出來的結果是11 11是1跟3 1跟3 和2跟3的內積 那19呢 是1跟3 和4跟5的內積 好依此類推下去 這是我們矩陣的乘法 好那 除了矩陣的乘法之外 我們可能還會需要用到兩個 跟矩陣有關的函數 一個是Ry的 Ry的這個函數是把兩個矩陣上下合併 而Cby的這個函數 是把兩個矩陣左右合併 好這兩個是矩陣的 經常需要用到的操作 那我們必須要用到這兩個 這兩個函數 來為我們的矩陣進行擴展 好了有了這樣的一個基礎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剛剛的這樣的一個 Ry的跟Edge之間的關聯性 我們把它轉換成矩陣式 那我們首先就必須產生 X矩陣跟Y矩陣 那這樣我們才有辦法進行運算 那我們首先一樣 我們先產生一個大X跟大Y 那我們大X跟大Y 就是一串數字 那我們現在的Y矩陣比較簡單 Y矩陣本身就是一個 我們先講X矩陣好了 X矩陣就是先把X 做一個matrix 然後再跟E做一個Cbyte 我們現在用head來看一下 我們的X矩陣 我們可以看到 它是一個第一項 第一個column就是全部都是1 這是給結句用的 第二個column 就是全部就是它的這個Edge 好那接著我們的Y矩陣呢 它也是非常的簡單 我們的Y矩陣它就是Rate 它就是Rate本身 然後只是它的形狀必須是N乘以1的形狀 好有了這樣的概念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這個B matrix 它要怎麼做 首先我們需要有一個X matrix的 X matrix的轉置矩陣 好X matrix的轉置矩陣 它就會長成這個樣子 它必須要乘上一個X的 自己矩陣自己的本身 然後這個東西呢 我們需要給它一個 我們需要給它一個做一個反矩陣的處理 然後得到一個這樣的Xt乘以X的反矩陣 好接著我們必須再乘上一個X X matrix本身 轉置之後的X matrix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轉置之後的X matrix 好那接著最後再乘上一個Y矩陣 好這樣我們得到的答案 跟之前我們得到的答案一模一樣 完全沒有差別 所以我們就可以透過這種方式 得到我們的這個B矩陣 好如果當你了解這件事之後 我們來想一下我們要怎麼擴展 我們的這個到多元復回規 也就是如果我們的變數不只一個的時候 我們如果有兩個以上的變數 我們要怎麼做 那首先當然就是我們需要把A矩跟PR 這兩個參數把它納入我們的X矩陣裡面 那如果我們可以把它納入我們的X矩陣裡面 那當然我們的這個B矩陣 它其實是不需要做任何形狀上的改變的 好那我們這邊就請大家練習 直接就是複製這些這個部分了嘛 所以說你可以得到一個X矩陣跟一個Y矩陣 那你的B矩陣啊 B矩陣其實根本就不需要什麼 B矩陣其實根本就不需要改什麼語法 這串語法跟之前這串語法 是完全一樣的 完全沒有動到 那我們用這串語法 為什麼能夠得到不一樣的答案呢 關鍵是我X矩陣給的不一樣 好X矩陣給的不一樣 我們的B矩陣就會得到不同的結果 所以如果你還想再多放幾個變數可不可以 也不會很難嘛 你就這邊再往下加就好了 好我這邊舉個例子來講 好我HPR有了以後 我如果還想再加一個 舉例來說我來看一下還有什麼好了 好舉例來說REASON1好了 這個REASON1算不知道它是什麼東西 好全部執行式 欸你看我一樣可以得到 一組數字嘛對不對 那個答案那我們來跟 我們來跟前面這個做對比好了 好再加一個REASON1 欸答案也是一模一樣嘛對不對 好所以當然啦就是LM這個函數喔 它也不可能說就是 雖然我們不知道這個函數它裡面是怎麼運算的 可是它絕對也是 呃絕對也不是某個人它 憑空想像出來的東西嘛對不對 所以其實它背後 它怎麼算呢 它其實就是透過這個方式去把它算出來的 這樣可以了解吧 就是這個BMAT就是它最後的答案 好那所以我們已經了解到 如果我們想要求線性回歸 我們也需要用到舉證式 那舉證我們必須要開始要跟舉證 培養感情 那我們下一節 我們等 我們下一節課 會教大家怎麼樣 就是進一步 用其他的方法去解除線性回歸 好我們先不管啊 我們先教大家 這個呃我們今天的最後一個部分 這個部分比較簡單一點 這部分這個樣子 就是我們現在回到我們最前面這個獅子 呃我找一下最前面這個獅子 好我想問一下大家 這個獅子 這個99.0890是什麼意思 有沒有人可以跟我講的 你們不要跟我講 截距啊 截距是什麼意思 好我們換個講法好了 你們可能不知道我在問什麼 截距的意思就是 當age等於0的時候 pr等於0的時候 這個 心跳它的預測值是多少 那截距就是這個意思嘛對不對 當這個等於0這個等於0的時候 那那rate的預測值不就是截距嗎對不對 所以截距的意思是 當age等於0 pr等於0的時候 那截距就是這一項 好那你了解了這件事情以後 我們接著再來想這件事情 你可能會覺得這沒什麼關係啊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 如果我們今天 想要把類別變相 類別變相 像是gender啊 或者是有沒有LVD LVD是 左功能心事這個收縮障礙 這樣收縮障礙 好 這個LVD 那我們可不可以把它加入我們的線性回歸 答案是可以的 只要我們把它編碼成0跟1 那這樣子的話 截距是不是就是 LVD等於0的時候 我的這個 這個LVD等於0的時候 我的這個 就是 心跳的預測數是多少 對不對 那LVD等於1的時候 我們的心跳預測數是多少 是不是就是這樣子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LVD LVD 好看著喔 我這樣求完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BMAT 這個83是什麼意思 當LVD等於0的時候 心跳 是 預測值是 83.9下 對吧 那這個 12是什麼意思 LVD等於1跟LVD等於0 它心跳的預測值的差距 所以這個數字代表什麼意思 如果今天有個人 他LVD是1 我就是這兩箱加嘛 但如果今天有人LVD等於0 那他就是這個拮据了 對吧 可以接受 好 所以說其實類別變相 我們是可以透過把它轉換成0跟1 來去進行這個線性回歸的運算 這樣可以了解 或者說 進行這個方程式的建立 之後除了線性回歸以外 所有的方程式 所有的方程式 我們叫做所有的FunctionSet 我們都可以用這個方式 來進行編碼 好 如果你直接 這個 如果你直接這個 做的話 我們還會發現 欸這個 除了LVD以外 還有一種類別 還有一種類別變相 舉例來說像我們的 AMI 好我們把它Table出來 Table 然後Data裡面的AMI 你發現了什麼 他有三個類別對不對 他有三個類別那怎麼辦 他有三個類別那我要怎麼樣去做 這個我要怎麼樣去做編碼 我們先做一下 這個 我們先把它丟進LM這個函數看看 因為LM這個函數很萬用 對不對 我們丟進來看看 你發現了什麼 Edge當然沒有問題 對不對 AMI被他換成了什麼 STEMI NONSTEMI 跟STEMI 這什麼意思欸 來我們看後面那個數學式 For Equation 2 RATE等於 86.802 這是什麼意思 當後面都等於0的時候 心跳等於多少 年齡等於0 AMI等於 NONSTEMI等於0 AMI等於STEMI等於0 所以他不是STEMI NONSTEMI也不是STEMI 所以他是不是就是 NOT AMI 這個類別 這樣可以理解吧 所以你發現了什麼 這個-9.1 是什麼意思 是 NONSTEMI比上 NOT AMI 他們心跳的差距 差了9下 這樣可以理解吧 那 -6.9 95 是什麼意思 STEMI比上 NOT AMI 他們心跳的差距 可以接受吧 那這樣子的話 如果我想知道 NONSTEMI跟STEMI 他們兩個的 心跳差距是多少 我要怎麼辦 我要自己 算 對不對 這兩個相減 所以大概是差3下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我要怎麼樣去做編碼 那等於 你要注意一下 現在總共我要求幾個係數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 對不對 一個AMI的狀態 我就出現了兩個參數 對吧 兩個參數 所以我在產生大的X矩陣的時候 大的X矩陣是前面 我在做這個大的X矩陣的時候 我是不是就要給他兩項 而且是兩項0跟1 那這個的0是什麼意思呢 只要是NONSTEMI就是1 剩下就都是0 這一個第二個 第二個的這個東西是 只要是STEMI他就是1 剩下他都是0 我們把這樣的一個Coding方式 就是本來一個三個類別以上的 類別變相把它轉換成 就是那個類別數假是C好了 C減1個變數 我們把這個東西叫做虛擬變數 這是我們虛擬出來的變數 好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要怎麼做 來 DATA AMI1等於 AMI等 等於等於STEMI NONSTEMI 那這樣子 NONSTEMI的部分就會變true 剩下就變false 所以他就是0跟1嘛對不對 那來 AMI2就是 AMI是否等於STEMI 那這樣子的話 STEMI就是1 剩下就是0對吧 可以接受吧 所以我們產生的 新的MODEL 得到的答案跟前面是完全一樣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可以接受之後 這兩個就是數值啦 他不就是0跟1了嗎 對不對 所以請你利用矩陣式求解 好不好 請你利用矩陣式求解 同樣的你要解這個 如果覺得有點困難的話 一樣 請你先 複製到這裡 後面你就體驗一下 這樣就可以了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啊 這個 我就 我先帶大家做完這個練習 因為這個練習非常的簡單 我們只是 只是要讓大家了解這個觀念 我們先把課上完 然後讓大家 讓大家這個 就是在自由練習一下 好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我們要先把 X矩陣跟Y矩陣 把它建立出來 我們的X矩陣 長成什麼樣子咧 我們用HEAD來看一下 1 這是結句項 對不對 H 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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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I1 AMI1 AMI2 它是否是STEMIC 這樣可以理解吧 那Y呢 Y是完全一樣的 Y矩陣從頭到尾都沒有改過 接著我們直接用剛剛得到的那個 矩陣式的運算 我們就可以得到 它的B MATRIX 那它的B MATRIX 就是我們 最後想要得到的那個 這個參數解 好我們今天課程就到這裡 我跟大家重複一下我們今天的觀念 今天的那個數學的求解過程 大家 對於這個項目來講 並不需要完全學會沒有關係 大家只要知道幾個核心原理 第一個是 首先 我們要知道 我們的人工智慧 它就是找個數學式 那它的找數學式的過程呢 它是在一個FunctionSet裡面 找到一個Function 而這個FunctionSet跟Function的最大差別 就是一個是有固定參數 一個是那個參數還不確定 這樣可以了解吧 一個是固定的參數 一個是不確定的參數 那我要怎麼解出那個參數呢 我要先定義出一個Loss Function 定義出這個Loss Function之後呢 求這個Loss Function的極值 然後看看 什麼樣的參數 再可以給這個FunctionSet一個極值 那這樣子的話 我就可以得到那個Function 那我就可以拿來做預測了 那我目前要求這個極值 我使用的工具是微分 這樣子 那微分有非常多的微分 我們今天教了偏微分 有用到了之前學過的連鎖率 然後還有矩陣的微分 不過你會發現矩陣的微分 其實沒有想中那麼難 好不好 它其實就是展開 然後再做一個簡單的運算 這樣可以嗎 好我們之後的課程 不見得不會再解釋 跟今天一模一樣的現行回歸 現行回歸我們在下一節課 我們會教大家一個完全不同的算法 過程原理是差不多 但是算法完全不一樣 主要是求極值的過程完全不一樣 所以前面的那些 舉證的求法 求連立方程式的那些過程 你不見得要會 因為之後我們再也不會求連立方程式了 好我只是給大家一個示範說 最標準的做法我們要怎麼做 好所以我們今天的課大家就上到這裡 剛剛講的那些觀念你們要了解 這樣我們就可以進行到下一節課 那我們禮拜四再上下一節課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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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